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中超手球 又是这个球直接形成了射门 误打误撞差点进了 这个球李源一我觉得他应该是没给好 误打误撞差点进了 这球肯定是T次了 没穿好 差一点 幸亏无眼 反应还相对比较快 这刚刚开张两分钟非常有意思的一幕 上野一防三 安章目中找着菲莱尼 克雷桑顶到了 好球啊 这球无眼 奉献了精彩的铺就 注意力都放在了菲莱尼的手上 就让克雷桑抢到 可是克雷桑顶着其实有点轻松 你看 这个节奏 竞比赛 时间 这可能是需要 真的是无论是队员还是裁判员 共同提升的 你竞比赛时间多了 先开这个球 给的不错 菲莱尼给的不错 西文诚 西文诚还在带 再回菲莱尼 菲莱尼想打后脚 这球最好的就是 菲莱尼给西文诚做着一下 真好 西文诚这球呢 如果能力强一些的话呢 能切进去 西文诚的犯规 这球要给牌了 石正路掏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给了西文诚 王同能不能形成船中 还是给脚下 西文诚再回 黄正宇 好球给西文诚 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好 这时候石正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今天呢 大连人之前的比赛呢 让大家不太放心的可能就大连人比如打到比赛后20分钟经常丢掉 是因为他们的体能 先看这个球 0.52 两边加一起半个进球 0.52 两边加一起半个进球 0.52 两边加一起半个进球 0.52 三边加一起半个进球